大概要緊記濕搓沖膨擦這樣的口訣 甚至是內外夾工大力碗這樣子的洗手方式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是以濕洗手為優先的這種選擇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使用乾洗手的時候 你使用的消毒液的量是不足夠的 或者說你消毒液停留在手掌的時間也不足 那這個會影響到說 你使用乾洗手的這些產品來消滅微生物的能力 那另外再就是說 手指手掌有很多的皺褶、溝槽 有可能有一些微生物它是躲在這些溝槽裡面 如果你沒有仔細搓揉 使用乾洗手產品來搓揉的時候 有可能這些溝槽裡面的微生物 沒有被有效的消滅掉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手掌是有沾染到一些飛沫 那這些飛沫它可能裡面會包覆一些病毒微生物 那如果你使用這個乾洗手產品 沒有確切的去接觸到這些飛沫 甚至足夠的量去滲透到這些飛沫裡面的時候 這些飛沫包覆的這些微生物 有可能還依然存活在我們的手掌 我們在濕洗手的時候 你會用大量的清水去沖洗我們的這個手掌的皮膚 另外你可能會用使用一些像吸收乳或者是肥皂 這些含有介面活性劑的產品來產生泡沫 那這些介面活性劑的泡沫它會包覆這些病毒顆粒或者說肥沫 不過原則上還是要洗手的時間可能要持續20到30秒鐘 大概要謹記是搓沖膨擦這樣的口訣 甚至是內外夾工大力碗這樣子的洗手方式 才能夠比較有效的去達到清潔乾淨的作用 這個牽涉到第一個你洗手的水溫 如果可以的話盡量是以冷的水來作為清潔 盡量不用以太熱的水 因為熱水本身也會破壞皮膚的角質層 第二個就是說你所選擇的這個洗劑 如果你是屬於皮膚比較敏感的膚質或是容易乾涉的膚質 或許你可以使用一些比較溫和的吸收乳 盡量不使用肥皂這樣子 那因為肥皂它的PH值是比較偏鹼性 那有可能會去破壞我們的皮膚的這個PH值的平衡 酒精的濃度其實一般是建議至少70到75啦 也不是說越高越好 有的人會買95%的酒精 其實這樣反的抗菌效果不如75% 因為酒精它的主要消毒的原理是因為酒精它可以讓 這些病毒的外套膜達到這個蛋白質凝固變性的這種效果 但是如果濃度太高 這個酒精沒有辦法滲透到病毒的套膜裡頭的時候 病毒它可能還有具有一定的弧性 但是如果低於75%甚至低於50%的酒精 可能它的抗菌能力效果能力就不夠理想 相對的次氯酸水它是利用次氯酸根 它的這種有一個很強的氧化的能力 那這種很強的氧化能力呢 是可以讓這些微生物裡面的一些電子傳遞鏈 或者說它的一些生化功能達到干擾 讓這些微生物啊病毒失去活性 所以次氯酸水它也有很好的這種抗微生物的效果 而且它跟酒精比較起來 大部分的細菌病毒不論有套膜或是沒有套膜的病毒 都可以利用次氯酸水達到消毒的這種作用 不過呢因為次氯酸水它有幾個小小的缺點 第一個是次氯酸水的這個保存相對是比較不容易的 它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它的保存需要避光然後避免高溫 然後盡量不要長時間的跟空氣接觸 再來就是說次氯酸水呢 班目前來講比較建議是用在環境的消毒 那乾洗手跟酒精比較起來呢 其實乾洗手最主要的這個消毒成分 大部分的還是以酒精為它的主要消毒成分 有些皮膚比較敏感的患者 他可能直接接觸到酒精容易的時候他會覺得很刺激 那如果說有添加一些保濕成分在這些這種有機溶劑裡頭的時候 它可以有一定的這種保護皮膚的效果 又達到能夠面菌消毒的這個等力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這個很敏感性的膚質 又需要很常消毒的時候 那又沒辦法很常濕洗手的時候呢 那或許可以考慮使用乾洗手和有保濕成分的乾洗手 次氯酸水跟次氯酸那溶液齁 這兩個名字非常的像 但是其實他們還是有蠻大的不同 那次氯酸水呢主要是來自於次氯酸 它去溶解在水溶液裡面的一個化學的成分 主要是用來環境的消毒 那另外它也可以用來當作一部分的蔬果啦食品啦 或者說器皿喔 比如說你的餐具的這些消毒喔 但是一般比較不建議說 直接把它使用在人的皮膚上喔 它有一定的氧化的能力 這個部分有可能會造成皮膚細胞的這個刺激 那一般來講這個次氯酸水它的濃度大概是會落在200ppm左右 就是大概0.02% 次氯酸那的溶液 它也是用在環境中的消毒 不過它就不能夠用在於食品啦 或者說你的一些器皿啊 你會吃進去的東西的這些餐具的消毒 一般它的濃度是500ppm左右 不過也是不建議直接使用在人的皮膚上面 那另外要比較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漂白水也是次氯酸那的這個消毒液啊 不建議使用噴霧的方式喔 它對於人的黏膜啦 跟這個呼吸道有很強的這個刺激性喔 所以如果你是用噴霧的方式 可能你會造成一些人體不適的狀況 比較建議的是你戴手套 然後抹布沾這些稀釋過的漂白水 來做環境的消毒 那還有一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千萬不要把這個漂白水跟酸性的一些洗劑混合 比如說鹽酸跟漂白水 因為加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化學反應 會產生大量的濾氣 那濾氣對於人體是有一定的毒性的 所以在配置這些漂白水的時候呢 千萬要小心不要跟一些酸性的液體混合在一起了